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界》上回 上回书说到 秦雄秦书宝跟罗成 表兄弟在王府后花园传枪递检 那么哥俩闲着没事 上街闲逛 这儿瞧练把似的 没想到秦雄惹个祸 一个小孩练枪 罗成语出不逊 这小孩一脑 拿枪一扎秦雄 二人一夺枪 秦雄往回一送这枪 这枪钻扑 扎小孩肚子里了 那是说秦雄伤人扬长而去吗 秦雄没瞧见 秦初宝这么大英雄 当街欺负孩子 给人打伤了 就逃跑了 那不能够 他一瞧这孩子 把枪往回一拽 坐地上 他没捋会 他也知小孩臊了 我这会儿要跪在王启福啊 这孩子这么浑代 这这么些个跟着的人 还得跟我来劲 你说我打的不合适 不打的不合适 他又怕呢 罗成犯脾气 拉着罗成 表兄弟走了 这孩子坐地上 可没起来 书中代言这一枪转呢 扎进去了 写下来了 老百姓吓得花仙散了 众家人一瞧 少爷受伤 哪呀 行凶之人 过几好度了 官司 谁敢呢 不认得秦雄 认得罗成啊 打少爷这黄脸的 没人认识 旁边这白脸的 可全认识 这是北平王罗义的独子 少保罗成 谁敢过去拿罗成啊 说刚才罗成马街说闲话 我们这少爷过去 就应当拦 没容拦的这出货了 这货已然呢 惹出来了 众家奴啊 大起少爷往家就跑 这孩子还真不争气 你倒多停会儿啊 到家呀死了 气绝身亡 那么书中代言这孩子谁的呢 这孩子他爸爸在北平府还真了不起 他爸爸姓武叫武魁 这武魁是干嘛的呢 是北平府的大帅 你说北平府怎么又出了大帅了 哎 您要听前文书 我给您说过 这个北平王是拥兵自重 那么他跟大隋朝啊 定的这个条约 很苛刻 头一样说听调不听宣 二一样 他可以自己招兵练兵 那么他这个兵啊太多了 而且罗毅太勇 这个朝廷怕他造反 可是当时他要不降呢 拿的没办法 好不容易给劝降了 他提的这条件就得答应 那么朝廷不放心的怎么办呢 就派来啊 两个元帅 这两个元帅朝廷可是跟哪 北平王罗毅说 说着这么说 说这二位啊 不掌军权 当元帅可就是帮您忙 帮您练兵用 一个叫武魁 一个叫武亮 这二位都是公爵 安国公武魁啊 定国公武亮 这是北平府啊 朝廷封的兵马大元帅跟副元帅 武家哥俩呢 暗含着可就是朝廷安排在罗毅身旁边的钉子 监视罗毅 怕罗毅造反 罗毅明白不明白呢 明白 对这两位啊 对这两位啊 也是带若上宾 元帅嘛 虽然没有北平王的爵位高 两个公爵 但是呢 在北平府 除了部长兵权 这二位地位就仅次于北平王 说了 算数 想干嘛干嘛 那么这二位呢 也明白 从来 没提过 反对意见 北平王说什么是什么 俩人呢 也不长兵权 每月呢 是光打响啊 不干活 他们俩的大帅当的 这才叫青城 应当练兵啊 这俩人不练兵 可是俩人也明白 朝廷让自己干嘛来的 监视他 有什么可监视的 你给他勘急了 他跟他们俩宰了 俩人为了自卫啊 在家里边训练一些个家将家兵 就是亲兵卫队 剩下北平府的大兵啊 俩人可调动不了 那么这哥俩呢 别看爵位挺高 地位也不低 家里叫才齐人不齐 二爷五亮啊 还发肆无后 没孩子 就是大爷 安国公大元帅五魁 有这么一独子 就让秦琼扎死这孩子 叫五福 合着是一子 两门不绝 哥俩就守着这么一独苗 那才得说呀 爱如掌上明珠 要把他顶着脑袋上 怕摔着 要狠在嘴里头啊 怕化着 打小的一家子上上下下 就哄着一个孩子 这孩子从小好家伙 奶妈 跟妈 看妈 哄妈 跟前最少四个老妈 这孩子一直长得七岁 不会走道 为什么没下过地 老妈的丫鬟 奶妈 一直给抱到七岁 这才学会下地 他不会走道 五魁五亮一寒 这孩子不废了吗 得让他练武 这孩子怎么练武啊 那愣练 为让这孩子成人 这才教这孩子 习文练武 你还别说 这五福还挺聪明 也认几个字啊 也念点书 这几年呢 他爸爸呢 督促着他呢 他也能练两下 他这一练呢 他是少爷脾气 他就问别人 我这武艺怎么样啊 人就说了 少爷 您这武艺哪还了呢 天下第一枪 您这枪练的 没别人了 不对 我听说了 北平王罗义的儿子 也练枪 那罗成比我小两岁 你们说这罗成的枪厉害 还是我这枪厉害 啊 少爷 您这话还用问吗 他哪行啊 您这枪要跟他碰的一块 您在这呢 他在这呢 还别碰上 碰上就您这杆枪 罗成啊 让他仨 跟您这么说 他要跟您比试 开不了仗 这不就是哄少爷高兴 这叫什么 这叫关起门来说大话 真碰着罗成就像他这样的 十二个算一答 六答拿一大裤腰带一捆 不够罗成一手指的一捅的 他简直就废物 那么他呢 一开始不信 这慢慢自己就信了 假如人老说他天下第一 这孩子就认为自己这枪法呀 还真不含糊 那么他练梅尔桥 他手里人那位哄得高兴 花钱雇人桥给他拍班叫好 这天练得正高兴 让罗成这一具冷水 啪泼脑门上了 他能干吗 低了枪这么一叫嗨 琴琼一多枪把自己处死了 众家奴把他搭回到帅府 大伙跪一片 跟正帅副帅 安国公五魁 定国公五亮 一抱这事 哎呦 这老哥俩可受不了了 抱着这孩子这尸首 这顿哭啊 哭差不多了 唰啦一下把宝剑拽出来了 宰你们这帮无用的狗奴才 大伙磕头如同鸡奔碎米 说帅也饶命 帅也饶命 什么人行凶 黄脸大汉 那么你们怎么就能够让他扬长而去呢 把我儿子扎死了 怎么就放凶手跑了呢 他跑不了 回大帅我们认得他 认得他 谁啊 他跟燕山公罗成在一块待着呢 五魁五亮一听啊 扑通一下就坐地上 这仇总报 这前言后果他不太清楚 他即便知道这个事情很详细了 他知道这全过程了 他也不能认为 秦淑宝是误伤他儿子 他就想着 他就想着是诚心的 哥俩坐在这儿 挫碎了口中牙 气坏了心肝肺 俩人啊 哭一声恨一句 用手指着北平王府的方向 哥俩这么一骂 老罗毅你太狠了 你也独自 我们也独自 可有一截 你一人一儿子 我们俩人一儿子 我们哥俩自到北平府 可没爱过你的事 可是朝廷 派我们哥俩这暗中监视你 我们自到北平府 是你罗毅说的话 我们是说一不二 那么您要是 瞧我们俩爱事 跟朝廷说 把我们俩打回去就是了 怎么能够心生毒气呢 害我们这独子一死 长街之上就给打死了 五魁五亮 恨疯了 北平王罗毅了 你让你儿子带着凶手 把我儿子当街打死了 拉着这些个豪奴 抬着儿子的尸首 一块上北平府讲理去 五魁五亮还真不敢去 怎么 这北平王罗毅 在北平府 二十万大兵 要说论打 哥俩打不过人去 要说洞市里跟人差太远了 这北平这地方 整个世人罗去的 抬着这孩子到那一讲理 自己这儿子 绝不能说把凶手 给抓出来 给我儿子敌偿对命 办不到 俩人啊 哭罢多时 大家伙劝 别哭了再哭没用了 少爷已经死了 把这小孩停起来吧 装烈 那甭说 俩人回到屋里琢磨 这仇怎么报 派人出去打听吗 黄脸大汉是他们家什么人 是他们护府教师爷 是养的打手啊 还是他们家亲戚 那秦书宝 发配到北平府以来 现在是北平府 小有名气的人物 感情这一问呢 问出来了 是王府的表少爷 发配到北平府 二堂任孤亲 上下通斥 由内到外 你说北平王府里头 王爷 王妃到少保 那甭提 他们至亲 外边整个中金棋牌 跟他全都称兄道弟 每天一块 花天酒地 胡斥海塞 惹不起啊 动势力 打不过人家 打定倾入了 秦琼秦书宝 是王府的亲亲 五魁五亮 这么一琢磨 杀子之仇 不能不报 怎么办 两个人手下 有一个家将 姓鱼 叫鱼双人 这个鱼双人 武艺不错 而且能高来高去 他原先 是个贼出身 后来呢 被五魁五亮 收罗在府中 养为家将 以备一时之虚 今儿把他想起来了 有道是名枪如一朵 案件最难防 你们罗就不有势力吗 你们不把我人家打死了吗 别忙 先把这秦琼致死 就把家将鱼双人 找到密室 武魁单独接见 鱼双人到这不知什么事 插权行礼 说帅爷 呼唤小人有何功干 说本帅我对你如何 鱼双人一听一愣 说大帅 您对我有知欲知恩 我这条命 都是大帅您的 那就是了 现在到你报恩的时候了 少爷长街被人打死 你知道不知道 我听说了 听说凶手至今 逍遥法外还没逮着 难道说帅爷 您知道是谁 不错我知道 那您派兵拿的 拿不了 王府至亲 北平王罗毅的那只 鱼双人一听 好啊 太欺负人了 帅爷 那么 您找我什么意思 我打算派你银业之间 勾奔北平府 赐死 这个黄脸大汉杀我儿子的凶手 秦琼 给他弄死 鱼双人一听 这个率令 似有不妥 怎么 你儿子在长街好不让人打死 这可以打官司 王府 王府也不能不讲理 他不能包庇凶犯 你太欺负人不成 这么俩大帅 儿子俺打死就白打死了 那不成 可是我干嘛给这凶手刺死 这个按着去为什么呢 可以明着打官司的事 可是鱼双人 是五魁五亮 养的家将 这地方不能提出质疑来 那就得点头答应 小的尊帅令 这个事情要办得机密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法不传 六耳 你要明白 小的我知道 回来本帅我自有重信 鱼双人 领命可就走了 鱼双人 说去刺杀 秦琼 到王府 这不能直接带着刀就去 怎么 他是个大贼出身 他懂 这得踩到 也就说你没进过王府 有道是侯门深四海 更何况北平王府大了 你知这秦琼住哪屋啊 你知这秦琼在哪个院子里头 自己进好进不能瞎撞 出可难出 先得未曾思进 先思退 就跟下棋着 你不能广看前进 你得守家 你得看后部 这事还没办呢 得先琢磨琢磨 我怎么进王府 什么时候去 刺死之后顺哪跑 跑不了怎么办 这都得想到了 那么鱼双人自有一番准备 秦琼不知道 其实外部嚷嚷动 罗承知道 罗承坏就在这 你告诉秦琼 那天您打那小孩给捅死了 罗承他更少爷了 说五福少爷 他能少爷得过罗承去 罗承打小是王府长大的 拿人命更不当回事 草菅人命对于罗承来说 家常便饭 说罗承手里有人命 罗承手里倒没人命 他爸爸手里人命多 他爸爸随便打死一人 在他来说不当事 那么他家里的表哥 把那小孩打死 打死打死吧 也没见 帅府派人上这讲理来 他也没跟秦琼说 秦琼不知道 这天哥俩练完功照常上街 到街上 一抬头迎面过了俩人 秦琼认识 秦琼一看 黄天虎李成龙 这二位啊 都是善雄信手下的大贼 这两位可了不得 横跳江河竖跳海 万丈高楼任脚踩 那么黄天虎李成龙 轻功很好 武艺也很好 两个人在二贤庄呢 跟秦琼啊 在一块儿待过 认识 俩人还就为秦琼来的 为什么呢 金甲同环从北平府啊 回山西了 到山西交的完公事 可就奔天堂县 西巴里二贤庄了 到那儿找山二姨 跟山雄信可就交屎底了 您放心吧 这回踏实了 二哥呀 不但死不了 一百沙威望不打了 而且呀 走运了 山雄信一听 二哥走什么运 您就万想不到 北平王 是他亲姑父 你家这不瞧劲吗 失散很多年 愣在千里之外 北平府碰上 二唐人孤亲 啪啪啪啪 以往经过一说 山雄信这就踏实了 可是山雄信想这朋友 暗含着可就跟 自己手下的兄弟 黄天虎李成龙说 说你们俩辛苦一趟 来一趟北平府 到那见二哥呀 问问 问问二哥呀 什么时候回山东 由山东呢 什么时候再购奔我这来 我想二哥 其实呢 就是让这哥俩打探打探 虚实 焰鹿无输 哥俩到了北平府了 那么他们俩也认识秦琼啊 秦琼也认识他们俩人 他们俩人刚到北平府 不知道北平府在哪 王府在哪 上哪找秦琼去 正在长街走 没想到一抬头 看见秦二哥了 俩人张嘴刚要喊 二哥 秦琼可全他们俩了 旁边站就罗成 这一交二哥过了一搭话 这俩人干嘛的 我跟表弟怎么介绍 这俩是陆林道 大响马大贼 不能说呀 自己结交响马这事 没跟孤府说过 也没跟罗成说过 这不能让他知道 秦琼准知道这俩人啊 是善雄信 派来找自己的 让他们俩真说上 王府拍门找去 那可不成 这么办 我来个假装不认识 我带罗成走 他们俩得住的被平府啊 肯定得住店 我暗含着晚上出来 走他们三间店 五间店的不怕辛苦 我一访就访着 晚上到店房 见哥俩我在诉说 分手之后 这些日子的事 我问他们哥俩干嘛来了 给善雄信 把实信带回去 秦琼宝一琢磨 这事就得这么办 俩人这一抬手啊 张嘴刚要喊 秦琼掉脸了 哥弟咱们顺着走 拉着罗成拐弯了 往他们走了 黄天虎李成龙呢 俩人就 怎么拐弯瞧他们哥俩了 我们哥俩瞧差了吗 不是秦二哥不能啊 秦琼那模样好人呢 姜黄脸啊 李成龙 拿胳膊一捅黄天虎 黄天虎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扎死手 那意思是怎么 看着咱俩拐弯了 喊一声 二哥 秦琼没回头 俩人有功夫 白天不能蹭蹭蹭过去 那也比一般人走得快 紧走两步 可就追到这胡同口了 秦琼带罗成已经拐过去了 俩人到这胡同口一看 是秦二哥呀 二哥 秦二哥 秦琼假装没听见 拉着罗成紧走 又拐一弯 呦 不理咱俩 这怎么回事 秦琼啊 听见了 秦琼心里话 你们俩怎么意思 怎么不明白 我这会儿不方便 跟你们俩说话 罗成也听见了 罗成还问呢 表哥我怎么听喊 二哥是喊您的不是 我在北平没收人 人说秦二哥 你什么耳朵呀 人家说齐二哥 人家姓齐 喊别人呢 那我听啥了 走咱玩去 俩人走了 黄点虎气坏了 黄点虎一掉脸 成龙 这秦琼怎么回事 哦 我明白了 善二哥还让咱俩上这来 瞧着来呢 他变了 他攀上王府的高门了 这才叫 忘恩负义 你别这么说呀 这叫 乍穿新鞋 高抬脚 他不认得老朋友了 这人不怎么样 你这么说话可不对 咱俩先住店 走走走 李成龙拉着黄点虎 找一小店 黄点虎坐着运气 可这怎么话说的 我上王府找 你先别忙 我跟你说呀 嘿 大概 二哥不太方便见咱俩 怎么 你没看刚才秦二哥边上有个白脸的小伙子吗 我看穿着挺酷 哦 对了 咱俩可是想嘛 大概那位是官人 秦二哥呀 跟咱俩要在长街相认 恐怕不方便 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眼 秦二哥变没变心 咱别这儿瞧 今夜晚间就凭咱们弟兄二人的手段 夜入北平王府 听听秦二哥他是否变心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